2017世界通讯大会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盛大举行 今年共有2200家的业者前来参展 除了AR、VR与新款手机为市场瞩目焦点之外 5G有望成为今年度的最大热点 世界通讯大会27日在西班牙巴塞隆纳正式登场 除了VR终端与新款手机的发表 预计于2020年正式商转的5G 成为今年度另一个市场瞩目焦点 美国通讯IC大厂高通抢线出售 宣布首次连线5G成功 将与全球22家电信商结盟 进行大规模测试与布局基础建设 具备高性能、低延迟与高容量特性的5G网络 网速比4G快40倍 能够在6秒内就下载一部3D电影 根据通信大厂爱立信调查 全球目前的75亿行动通讯用户 到2022年将成长到89亿 到时候5G商转两年 用户将高达5.5亿 亚洲比重排名第二 另外根据5G经济研究报告指出 到了2035年 全球5G价值链将会创造3.5万亿美元产值 以及2200万个工作岗位 虽然南韩通讯技术 不算是亚洲最强 但5G网路却要拼命连上路 另外今年台湾大厂 包括远传 宏达电 中华电信等厂商 也都纷纷出席 中华电信董事长珍优 与Nokia签署5G合作备忘录 宣告拓展5G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新唐人电视 赵婷玉 整理报道 打垃圾与線短 镇整理报道 对香港这量 crec 但是变多了